數位五倍券 月月的第二天網頁是順暢多了 但優惠也早就沒了 像悠遊富的300跟街口的100 早就已經額滿 而台灣配的800 現在也只剩下兩家公共銀行 土銀跟台氣銀有名額 全台灣截至23號上午10點 個人綁定成功數位五倍券 已經破200萬人 共同綁定的也有63萬人 等於超過了263萬人綁好五倍券 民眾若想要領500元 限定數位的好食券 還有100多萬個名額 至於其他抽籤的券 有490萬份的國旅券 也有破610萬人搶 哀元券70萬份 也有89萬人登記 農遊 義放 動資 客裝券 各有400多萬份 但登記人數都破500或600萬 地方創生券也有人可能抽不到 就因為這些好康券限定數位 台北文山華仙的里長 這兩天忙不停 去年這些長輩都是領之本 可是今年也傾向說 那有加碼我來試試看 不過因為長輩對這些行動的 支付的工具或是電子票證 其實不太熟悉 所以在昨天剛開放 這禮拜公主呢 也擁入了大批的民眾 另外像內湖紫雲裡的夏里長則預期 數位券之外真正要幫忙的 是再來的直奔五倍券預約 他們就會打電話來或直接找我 因為我們從疫情開始就是一直協助這些長者做預約 所以這個我蠻熟悉的 疫苗到五倍券總之電話一定會來 對 現在大家都怕卡當情況再發生 或不熟悉預約情形 資料填錯怎麼辦 1988分析 大家最多的問題就是資料寫錯 經濟部將會開放民眾修改資料 但僅限個資 綁定的銀行跟平台還是不能改 兩天後這直奔五倍券預約 想要搶快恐怕也是場戰爭